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游试游泳程教练 今天我们要讲到的题目是有关于滚转 那当然滚转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啦 当然如果你如果想要在游泳池里面耍帅呀 或是你想说可以稍微增加一点点游泳的乐趣的话 那滾轉的確是可以讓你獲得一些不同的感覺 那當然如果你自由式已經游得很不錯了 那當然你就可以開始練習滾轉這個東西 但是我常常也會發現很多人 他明明游泳自由式還沒有調整到很好 可是他硬要去滾轉 甚至有的人滾轉完 還做了兩三個都不會前進的跌腰 那我覺得那樣子的滾轉好像沒有特別大的意義 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 如果你已經把自由式都練好了之後 再把滾轉加進去才會看起來不但滾得很帥 然後游起來也要很帥 才會比較好 那基本上滾轉的這個部分 每個教練的指導方式都會有所不同 然後有的人會教收手轉 有的人不收手轉等等的 然後滾轉完之後還有一些細膩的部分可以調整 或多或少都會有一些不同 所以我今天只是做一個說明 比較容易剪作的動作來跟大家講 那並不是說我說的一定正確 那基本上自由式的 轉身方面 其實在比賽的方面 他的 競技沒有那麼的多 所以其實你只要滾得過去 能夠碰到牆壁基本上 都不會有太嚴重的問題 那你在練習前啊 最重要的你要注意一些事情 第一個你一定要記得要吐氣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吐氣的話 你滾過去的時候水灌進你的鼻子的話 你的鼻子會很不舒服 然後整個人會腦袋脹脹的 然後所以說大家一定要記得就是你開始滾的時候 就一定要開始鼻子吐氣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就是我們滾轉剛開始的時候 練習的部分 剛才我們看到的這個就是一開始的時候你可以兩隻手各拿一塊小符板 基本上我不太建議拿大符板啦 因為第一方面大符板的面積太大 然後他也不容易練習 所以我會建議你拿小符板 那如果泳池有人有小符板 或是你自己真的很願意投資的話 你可能去買個 小符板來練習 當然可是 因為畢竟他還是一筆花費嘛 一個可能要兩三百塊 所以說如果你可以借得到的話你就借 如果真的借不到的話你也可以就是 去買來使用也是OK 那本身像我們自己如果是教小朋友的話我們可以抓著小朋友的手 幫他們支撐的話也是可以 最重要就是說你的手壓在這個符板上面的時候他會提供一個支撐 讓你的人比較容易翻過去 那如果還是不行的話你就要多練習倒立啦 就是說我們之前有練習過就是說你的人往下鑽之後啊 倒立這個動作 真的如果你多倒立幾次 你有時候不小心翻過去你直接連符板練習可能都不需要 因為我們在練倒立的時候其實是要提供一個往前往下的這個動作 那第二個部分就是說其實你要移動你的重心才是重點 就是我們的頭往前往下之後啊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我們可以移動我們的腳 超過我們的頭的位置移動過去的話 你整個人就會翻過去 而不是真的說 我每次出發我都要很用力讓我整個人都這樣翻過去 其實不用 我們在滾轉的後半段的話 我們的腳只要移動超過我們的頭的原本位置的時候 你整個人就會被掀起來 所以並不是真的需要很用力這樣子 那第二個部分你就要開始練習 不要用符板了嘛 所以你看我們符板已經放旁邊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練習的動作 如果你在這個第二個部分啊 就是我們沒有用符板來支撐 所以你出發的時候你會兩隻手出發 然後收手之後開始做滾轉的這個動作 大部分的游泳教練也會叫學生去做這個動作 因為如果你是在游動的過程當中 突然就滾翻過去的話 有的時候你會需要抓那個距離嘛 然後距離不對的話你的滾轉可能會失敗 所以大部分的游泳教練為什麼會多讓選手採用這種方式 是因為當你快要游到的時候 你做收手的動作的時候 你對那個距離抓的話 你在飄的過程當中你比較能夠 能夠抓得準 所以說你就比較不會失誤 然後你滾 飄飄飄飄飄過去之後再滾的時候啊 你就可以比較容易抓得到那個距離 可是問題就是說 你也要慢慢的去習慣就是說 你在游到最後在推的那個地方啊 像剛才這個動作的時候你也可以 讓自己讓自己試看看說我飄出去收完手之後 我不要那麼快的滾過去 我就是稍微讓它飄飄飄然後才開始做滾的這個動作的話 到後面我們下一期的影片當中我們就會讓你慢慢的去接近牆壁嘛 我們現在做的都還只是先滾過去就好了 那這樣子的話你習慣了之後你對距離抓的時候你會比較快適應 那如果你自己 就是說你會發現說滾不太過去或甚至說你滾完之後會歪掉的話 我會建議你就是說每次下水之後你就多做這個動作 練習個十次二十次 不要給自己太大的壓力說我一天之內就要練成 因為這樣子的話你會 怎麼講你會緊張然後你 會練得很累甚至有的人因為 連續滾太多他不常在水裡面做這種翻滾的動作他會頭暈甚至有人會噁心想吐等等的 那你慢慢的去做的話一天滾個十次二十次 多去幾趟你就會慢慢的找到那個感覺然後你就會很容易的滾過去 那第三個就是加上滑手的動作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影片 加上滑手的動作 要滾一千塊 加上滑手的動作 等下滑手的動作 至於是 有萬一來的動作 運作 Extra 字幕提供 OK 我們剛才在看到的就是說 你一邊游泳一邊收手 那所以說大部分的有些人是習慣 像我個人是習慣說游一游的時候 我會先收左手再收右手 然後漂浮一下然後滾過去 那有的人是習慣兩隻手在前面的時候會同時收 這些都沒有關係 你只要找到自己習慣適合的動作就可以 那找到動作之後 你就開始做翻滾的動作 像我剛才講的就是說 你如果有一個漂浮的動作 的話你等於就是說收攏到我們前一動 你習慣了動作之後再開始滾的話 你就比較不會出錯 不用說我收手的時候就很緊急的想要翻過去 這樣就會很容易出錯 然後如果你平常已經就是每次翻過去 你人都會歪掉 就是你翻過去就站起來的時候 然後歪這邊或是歪那邊的話 就會很難去調整 所以前面第二動的話 你可以多練習一點 讓你每次翻的時候 站起來都是正的 這樣子會比較好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 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我們先讓你做預習 雖然我知道可能很多人 他本來就會在水裡面 這樣子做前滾翻 甚至很多小朋友 他在玩阿 什麼的過程當中 他自己就已經練成了 可是當然很多大人在練習這個動作的話 他比較沒有那麼習慣 所以說我們今天先讓大家 預習一下 先做一個滾翻的動作 你這陣子多練 那我們下一期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會開始教你慢慢的 怎麼樣靠近牆壁 或是說 你靠近牆壁 當你的腳碰到牆壁的時候 你要做哪些準備動作 我們在下一期的話 會跟各位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那希望大家把我們的影片多多分享給你的好朋友 大家一起來練滾轉 希望對你的游泳是有幫助的 OK 那影片先到這邊囉 掰掰